我们又来请教的是胡玉堂胡分析师 玉堂你好 午安 小玉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午安 好 你怎么解读今天的量 好 没有错 刚才小玉已经带得很清楚了 我觉得真的就是 内在的个别因素已经比较高了 真的一些台风假期的因素 其中昨天大概我们也有聊到 那今天更明显 已经大家不管是有些南部的县市上架 甚至大家也会想是不是明天会休市 这当然还不确定 不过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预判 那多少都会使得投资人会觉得 那万一你不开盘的话 可能就不会让更多投资人在这个地方进场 尤其昨天在干黑街下来 又吓坏了一些现在要进场的投资人 但是我昨天在年线大概也谈到 说不必太担心 因为台北股市经过七八九月整理 整个WDD已经确认了 我觉得现在还是支撑 而且以今天的内容来看 其实撇出大型股不谈 中小股啊 等下我们谈到的一些中盖 CPO IC设计 其实表现内容非常的精彩 我应该这么说 那第一个去看 当然入股休市 那入股休市之下 尤其这一波很疯的都是一些 中盖内需 尤其你过去比较少看到的 有些KY股 什么大洋KY 淘地KY啊 这一些所谓的中国内需消费的 一些指标性的公司 当然这个地方我觉得 中外股来讲 有这样的题材性 又有低基期的因素 因为你看这些个股都是过去没涨到的 你把什么鲜活国资啊 这一些公司的日K线打开来看 都是量缩整理非常非常久 当然其实中概股我觉得 当然有它的反弹的立即存在 我觉得基期构地 就是最大的利多之一 第二个当然配合中国的一个政策 那我觉得在当中 你说如果要再去抢 我觉得不一定说 像这些业绩并不是很明确的 类似令婴房 大洋KY等等 已经上去之后 我觉得你不用急着去追 但是配合所谓中国的 这些比较刺激所谓 经济的措施出来的情况之下 真的能够吃到这块商机 又具备转机性的公司 我倒觉得第四季 其实可以比较放心去布局 举例来说 我们在过去有谈到的一单 1809的中佑 因为中佑也算是蛮标准的 中国中成股之一 因为它大概有两到三成的营收 来自于中国大陆市场 甚至还有间接的部分 那中佑来讲 我觉得不单单是 过去讲到的所谓的 基础的所谓建材的一个厂商 其实公司已经在转型了 尤其在之前的一个法售都谈到 第一个在所谓车用市场的部分 它已经进军到中国大陆的陆系车厂 做这个所谓的荧光片 这荧光片是用在车灯上面的 可以让所谓的车灯的一个融合度 甚至是寿命更长 它的一个渗透率已经在去年就有谈到 这个荧光片的产品 然后到今年它的这个法售也特别谈到 这个车用荧光片的产品出货量 比去年大升了80% 你就知道这个增加的幅度是多么的高 所以你以后看中佑 说实在话你也可以爬列入到什么叫做 汽车令组件 而且你看它在这一波的反弹 是带量去攻克黄色季线的反压 整个日线的形态打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除了这个荧光片的部分 我觉得更让市场上会给1809中佑 有更高的期待 是在它转投资的这个公司 有做这个所谓叫做高阶全服密件材料 简单来讲这个高阶全服密件材料 就是用在半导体的10颗设备 因为我们知道半导体的10颗 这些化学的原物料气体浮制性很强 那你要去保护这些设备晶元 不要在半导体前段10颗设备 受到所谓的一个干扰污染的 一个情况之下 这个所谓全服的这个密件材料 它的一个需求就会上来 而且它已经在保重有谈到 是已经出货了 这个高阶全服密件的一个 风阶材料已经出货 所以我们看中佑 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当成是 半导体的设备材料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车用领组件 甚至是说这一波随着上阵的 一个疯狂的反弹 当然现在入股修饰了 但是前几天的一个反弹的情况之下 这些所谓中盖内需 然后相关的这些收成性的个股 我认为在第四季来讲 市场的一个追加力道绝对会有 而且基期是绝对够低的 而且中佑在今年上半年 已经较出来亏转赢的一个成绩单 所以整体的表现我觉得就业绩来看 它是有转机性 而且K线也蛮漂亮的 这是第一个 在所谓的一个中概股的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我们看的就是 在这一波甚至到今天 市场还是很非常疯狂的 就是气光子 尤其这一波接棒的就是 3081的联亚 你看联亚的股价 今天又攻到涨点 那当然原则上 气光子的部分 走的就是未来这两三年的 一个大转机 就是我们过去聊到的 就是很标准的接力赛 联亚是八月份才起涨 今年前三季 就是八月以前 根本涨CPO 没有人会谈到联亚 但是就从八月底 九月初开始 联亚的股价就开始飙了 那我觉得那联亚飙上来 我之前有谈到吗 比较中低价的 类似有转机性的 那时候我有谈到的是印太 九月份也开始接棒 从21堂上来也涨了五成 但是如果真的在气光子里面 还是有很多有潜力 被市场所低估的公司 像最早我跟之前谈到 九月初我跟大家追踪的一档 是这个 六七四二的哲米 它是做光学镀膜的一个厂商 大家比较陌生 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 它的法说跟公司的 营运的一个架构 你就会认同 它绝对是未来在气光子 甚至在 未来这两三年 整个半导体的一个 算是先进制程当中 非常重要 也非常具有转机性的一家公司 导播可以上一下 我之前有带给投资朋友看过 他在法说会说 这个质卡的一个内容的一个部分 他的三大产品线 第一我刚刚谈到这个 CPO的一个部分 就在半导体光学最上面那一层 还有三大产品线 那右边你可以看到 半导体光学右边 它现在有在做的是 细光子的镀膜技术 这个细光子的镀膜技术 就是我们之前 我跟投资朋友大概谈到的一个叫做光波导 这个光波导 简单来讲就是你的矽光 这个光在这个所谓的 晶片里面在要去走的路径 这个在矽光子的镀膜技术上面 在所谓未来矽光子产业的发展 是非常重要技术的一环 这个是它已经 ING进行是正在做的 然后AR VR领域的部分 是它第二块的 产业主轴之一 现在已经有着像是 眼球追踪的镀膜是已经在做的 那Meta Lens更不用讲 这绝对是未来AR眼镜领域发展 最重要的一块 这个是像这一次 Meta讲出来的 Orion的这个所谓的 AR眼镜的一个部分 这个就是 折米它过去的强项 那最下面一个 在所谓的 精密光学原件制造的部分 在目前来说 它已经有做到 所谓先进封装用的 栽板玻璃 那更后面这一两年 它会出的是什么 叫做先进封装用的 中介层玻璃 这个就是之前 8027泰森 跟台湾的很多厂商 去组所谓玻璃基板大联盟 他们现在在做的这个 因为以后 其实跟CPO是不谋而合 以后所谓的供封装 他们可能就会把所谓的 矽中介材 改用玻璃 这样的一个光学的传输 才会更有所谓的一个效率性 所以这个矽中介层的玻璃 像最近比较彪悍的一档 也算你说投机也OK 6405的月城 月城的股价 从8月初的20块 我们可以看月城的日K线 标到前一波45块 今天还来到四字头 短短时间涨了一倍 当然月城的营收获利 不怎么样 不过就有这样的玻璃基板 大联盟的一个题材 就让它的股价 短短一个多月涨了一倍 但是回到6742的折米身上 我觉得 以股价的表现就委屈许多 我们看上折米的日K线 我觉得我们过去常讲一句话 叫做量先价型 我们下面带折米的成交量给投资人看 折米在今年8月份以前量都很少 但是9月份这一个月开始 你看它的成交量 这一整个月突然爆出来了 而且都是不是爆一天 就是一直有维持增量增量的格局 然后整个K线的形态 一天比一天高 缓步的往上去做一个垫高 整个底型打得非常漂亮 黄色季线的压力区已经突破 而且季线它即将往下去做扣底 等于是突破季线之后 季线再接下来它是一个什么 助长的力道 那刚刚聊到了 以哲米来说 它目前公布出来的七八月营收 分别增加94%跟47% 非常夸张的成长 但是股价就是我刚刚聊到的 这一波根本没有涨到 因为我刚刚举例到的什么 类似像月城等等 获利都还没有带出来 营收也不怎么样 这个产品做到哪里都还不知道的公司 股价都涨一倍了 那如果以6742的这个折米来看 我觉得股价的 我们就以涨幅来讲好了 很明显啊 就是委屈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觉得啦 其实CPU的这些 所谓细关子的产业个股 现在真的就是市场够热 然后很良性的轮动 就是我们俗称的接力赛 一磅接一磅 那原则上挑选这些比较低位性的个股 操作没有问题 就像现在的IC设计就是如此 IC设计我们在八月底的时候就谈到 很有可能第四季就会上演一个比较 有点这种绝地大榜公的味道 你看像今天的6138的冒打 而且冒打我觉得第四季的 投信的作战的机会也很高 因为投信是这两个礼拜才跳进来 最近的一个价量结构的形态 其实跟刚刚谈到的 这个折米也有点像 就是量突然出来了 然后上上所有的转中长期均线 又有能够吃到AIPC 然后Switch的订单 再来像是快充里面业绩很好的 3588的通家 电源管理IC 它今年的营收每个月 都是这种所谓30% 40%大幅度的成长 而且通家来看 它上半年的获利是比去年多了一倍了 去年全年0.5 今年上半年0.9 假设下半年以营收来看 维持上半年的成绩 今年的获利可能会比去年一整年增加三倍 但是现在的股价才刚突破极限转强 这整个一个大底型的架构打得非常漂亮 而且刚刚聊到了 Type-C的渗透率提高 然后再加上AIPC 因为它们需要的是比较高瓦数的 这个所谓的电源管理IC 所以对这些 所谓的快充电源管理IC的公司 它们的出货绝对是加分 所以你在看到像是4952的零通 你看它的日K线 其实真的IC设计就是很标准的 大概在8月底 9月中下旬 开始去做一个发动 那我觉得以IC设计来看 目前的价量结构的形态 都开始转强 而且这一波最先涨的是原项 原项从8月初的135 来到现在280张的一倍 投信的一个买盘 绝对是巨公爵 我愿意买了一万多张 那我认为第四季 其他的落后的IC设计股 接棒的机会 绝对非常的高 然后再加上10月份开始 要公布Q3财报 那一些不错的IC设计的公司 我认为在这个地方 股价就有机会展开反弹 好简单一分钟 要麻烦玉堂来帮我们看一下六方科 六方科今天大震荡 本来一开盘速度打跌停之后 中场打开跌停 不仅是拉回平盘 甚至尾盘 急拉涨停板 但是现在涨停又打开 六方科是过去 这个9月份以来 涨幅非常非常票悍的一个族群 他这个散热 或者是相关整个AI的题材当中 让他昨天的骨架出现了剧烈的震荡 一根长黑K棒之后 今天打跌停再拉涨停 而且上下政府高达了百分之二十 今天真的有人能够买在跌停 卖在涨停吗 好说真的 这个市场个股真的太妖了 那我只能说 代表说市场的 应该这么讲 买气够热 拉了这么多 今天还可以跌停 这样拉大涨停 代表内支的参与度绝对够高 因为市场法人准磨度不深 那我的结论就是说 不是说一定要追最强最妖的股票 但是这种股票 类似像联雅这种 看回不回 还能够持续涨停的话 那就代表第四季的行情 投资人在操作上 绝对可以更乐观期待一些 更被价值被低估的个股 绝对是有机会被带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